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歡迎收看時間密碼 今天是禮拜四 台北股市又漲67點 今天亞洲股市是全球最強的 全球最強的 今天台北股市一度漲115點 雖然收盤剩下漲67點 0.63% 還是全球最強的股市 你看南韓今天平盤 日本0.2% 香港跌0.5% 上陣跌0.2% 深圳跌0.1% 只有台北股市最強 加上昨天晚上 美國股市也是跌的 道琼跌了200多點 台北股市怎麼會這麼強呢 OTC 還大漲1.5% 兼中小型的股票 更加強 尤其是中小型的電子股 台北股市為什麼變成全球最強 防疫做太好了啦 防疫做得太好了 你知道防疫做得太好了 結果 台股反而變成 甚至於台灣已經變成 資金的避風港 美元已經夠強喔 新台幣更強 錢一直進來台灣 錢一直流進台灣 你看美元已經夠強了 新台幣是一直很強 比美元更強 熱錢一直流進來 因為現在錢不管去其他國家 都很危險 疫情越來越高漲 這裡封鎖那裡封鎖 來台灣最安全啊 馬路上都還是人 大家正常上下班 對不對 學生還是正常上課 所以台灣反而是變成 資金的避風港 你看外資賣了五千億 賣五千幾億 外資都不敢流出去 留在台灣 還在四季而動 所以台灣這次疫情做得很好 所以股市反而變成 全球最強的地方 股市反而變成全球最強的地方 這好事嘛對不對 高期好有什麼不好咧 可是你還是要隨時小心 外資隨時還是想把台北股市給打下來 你看今天外資還是持續賣十八億 所以警覺性還是不能掉以輕心 畢竟大盤已經漲了兩千多點了 道琼昨天又是開高走低 連續兩天 你看禮拜二 從大漲四百二十點殺尾盤 禮拜三又是從漲一百七十一點下來 零售盤前又急殺便跌兩百多點 那你看指數沒有用嘛 你看道琼不夠嘛 我跟大家講過 你要去看細節部分 到底是誰在漲誰在跌 誰是老鼠屎把道琼給壓得這麼低 你看到細節你就知道 台北股市為什麼今天會那麼強嘛 我們來看喔 昨天道琼跌了兩百多點 再跌什麼東西 你看台積電ADR小漲 蘋果小漲一趴 微軟0.9趴 英特爾1.3趴 高通1.6趴 美光1.4趴 特斯拉1.8趴 你看都懶得看對不對 可是科技股穩住了 對台股今天上漲 尤其電子股漲 就有幫助了嘛對不對 那昨天美國在跌什麼東西呢 你看銀行股 銀行股都跌1趴到2趴 石油股昨天也都跌1趴到3趴 因為昨天油價跌了4趴 包含傳統產業的部分 昨天幾乎大多數都是呈現下跌的 所以昨天美國股市的跌 不是電子股造成的 是銀行石油傳產 電子股反而比較穩 所以你看到細節內容之後 你就知道 不用怕啦 電子股的電度是好的 對台北股市反而是有幫助的 你看今天電子股 今天電子股佔成交比重 高達67.3趴 昨天是59趴對不對 昨天是59趴 所以我昨天跟大家講啊 電子股如果要成為主流 它當天佔成交比重 至少要保持在65趴到70% 如果電子股掌握到這麼高的一個比重 那整個市場都是電子股的天下 那昨天電子股比重不到六成 反而生技股佔了11趴 所以昨天生技股活蹦亂跳 全摸很強的 昨天電子股是弱勢的 那今天顛倒了 電子股起來了 生技股就會下去 你要說恐怖平衡 股票市場在賺錢 沒有什麼恐怖不恐怖的 這叫敲敲板 生技防疫跟電子股本來就是敲敲板 電子下去防疫就上來嘛 電子上來防疫就下去嘛 所以你要說民意如流水 那股票市場也是一樣啊 股票市場人氣 市場人氣就好像波浪一樣嘛 強勢的時候浪就會高 只要稍微一轉落退潮也是很快的 今天生技股很明顯就在退潮 我們先從生技股來看啊 從防疫看完之後 我們再來看今天強勢的電子股 為什麼今天電子股會那麼強 等一下我們再來說 我們先來看防疫的部分 你看這段期間防疫的股票 飆翻天 尤其口罩 從4月24 我跟大家做超級比比之後 全面漲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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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繼續漲停 又全面漲停 禮拜一 禮拜二又全面漲停 口罩股連標八支停板 連標八支停板 你看口罩股這一次是用倍在算 起幾倍起幾倍 電子股是幾十倍幾十倍算 電子股30% 40% 50% 然後口罩呢 三倍四倍五倍 還有到二十倍 那個威力跟效果 電子股 真的是比不上 因為防疫的股票本來就比較小支 所以那個波動起來速度很快 你有買嗎 我天天跟大家講口罩股 你有買嗎 有買你就知道各種智慧了嘛對不對 那如果沒有買 那就太可惜了啊 林何彦每天在講你都沒有 你都沒有參與 你都不會心動 你都不會想要買一下子 你看隨便買 三支停板四支停板都有啊 你看一檔很大 十五個標到九十四點八倍 我說才賺兩毛錢而已 賺兩到人這麼高 過頭了啦 那過頭為什麼還會漲 你看還是繼續標啊 因為空單加到空單四千幾年 有了空單有事無恐 繼續漲停五點八倍 繼續漲停六點四倍 標到一百十六塊 標了六倍 所以前幾天我已經開始跟大家講了 口罩股已經炒到 不是在炒口罩題材了 在炒什麼 在炒軋空題材 你沒問題其實板空要做什麼 現階段很多做多的股票可以賺錢 做多的炭錢 你為什麼要做板空呢 對 變成軋了好幾倍 這裡不是放空的時機 不要去黑白空 你看昨天漲停打開 從漲停變成跌五點二趴 那今天又開高七點五趴 一下子又變成跌七趴 一來幾回十五趴 尾盤又拉回來又變平盤 你看從昨天的一百一十六 到今天的九十三 兩天二十八 有夠恐怖的 兩天關鍵拉到二十八啊 不要理他啊 我跟大家講過炒過頭之後 口罩股沒那麼大錢啦 那炒那麼高就不要去買了嘛 那要不要空 你空等一下又被人家嘎上去怎麼辦呢 所以不要看嘛 不要理他就好了嘛 大部分我們已經賺到了啊 我們把錢轉到那些 從底部又開始的 這樣就好了嘛對不對 不要跟他過不去嘛 你看做衛生棉的 康納香 那做衛生棉的喔 口罩比重只有十趴左右而已喔 他也跟人家狂飆 第一劑可能三毛錢都不到 那為什麼不要成這樣 不是在炒口罩啦 不是在炒業績 空担八千幾張 你空的要做什麼 你做多就賺錢啊 你放空中咬成這樣 何必呢 對不對 繼續漲停 有空担跌有事無恐 第八千啊 這一開第九千 漲停打到要跌停 一來九歲十九趴 那你再去空 又被拉上來 又平盤 你追空 是不是到縮盤又被咬了 不要插味就好了嘛 不要理他就好了嘛對不對 何必一定要跟他過不去呢 口罩骨幾乎都炒過頭了 不要再去堆啊 不要再去堆啊 你看我跟大家超級比一比之後 聖宏 就開始堆啊 開始標啊 漲停 又漲停 每天都可以讓你有進場的機會 又漲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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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大漲 我對二十幾乎開始講的 講完之後一路 補到五十塊 禮拜一的時候 有跟大家講 可以了啦 可以出了 可以出了 可以出了啦 二十幾乎 補到五十塊 要一杯啊 才兩個多禮拜時間而已 夠了啦 電子股也沒那麼飆嘛對不對 賺到就好 要懂得見好收 你看到禮拜一講完之後 可以出了 禮拜二就掉下來了啊 那禮拜一掉下來 禮拜三 哎呦又拉漲停 為什麼 因為有人看他不順眼 又進去空了 結果一空又被嘎漲停 嘎了漲停 尾盤又掉下來 今天開高 又打到快跌停 尾盤又拉回來 光是昨天55到今天45 又還有19% 那這裡空母的行情 就不要算了嘛對不對 還有那麼多的機會 那麼多的股票 我們大波段 二十幾乎做到五十乎 夠了嘛 賣菜味啊 更不要去空它 我說歸說齁 很多人還是忍不住 空單又繼續增加 一千七百張 到時候如果被人家養空又成功 又開始嘎怎麼辦 有時候想清楚啦 不見得一定要跟一支股票 或一個產業過不去嘛 大波段我們談下來啊 再找安全的底部開始 你看這一次 口罩最重要的 綠財 隆分不支部 明成 我說完後 從二十幾塊開始標 從二十幾塊一路標到兩百四 標到兩百九十九 二十倍呢 太多頭去啦 太多頭去啦 不要再對 接下來口罩 你如果還要操作的話 剩下唯一一檔 也是最重要的焦點 全球口罩不支部最大的供應商 全球口罩不支部最大的供應商 遠東興 最近又開發出 超細纖維過濾層 這個可以取代 熔噴不支部 現在這個東西已經 海外全球排單 排到七月份去了 你看我什麼時候開始做的 禮拜一八點四十七分 在遠東興還沒開始動的時候 還下跌的時候 你看遠東興 有沒有 禮拜一八點四十七分 遠東興全球口罩不支部 最大供應商 研發出 SMPS 可替代熔噴不支部 二十五元附近都快買 很好買啦 當天還跌喔 禮拜一還跌的喔 禮拜二就漲停了 禮拜三就直接開到七點六拍 這樣兩天 禮拜一買到禮拜三 又十九趴 林荷彦不喜歡追高 我都是行情還沒動的時候 就開始上車了 我不像其他的人 都是在標了四成五成 起那五十趴到十趴 去對那裡逛小子 我不這樣做 你剛剛口罩也是在還沒漲 我就開始講了對不對 明晨二十幾塊 一路公子三百塊 憲宏二十幾塊 一路一直是說 起了五十塊 禮拜一開始跟會員講 這裡要開始注意 要不然開門就開始叫了 遠東星 百里就开始Q长停 两天有个19% 现在最大的焦点 口罩涨口都不要去碰了 口罩股唯一剩下就是远东西 给你落下 掉下来是好机会啊 林台院不会报是不报忧 落下来是好机会 现在口罩 你知道台湾现在口罩 一天2000万片对不对 那一天2000万片 一个月多少 6亿 6亿片 你知道台湾在疫情没发生之前 台湾每年从大陆进口 4亿片的口罩 一年哦 一年从大陆进口4亿片的口罩 我们现在一个月 自己生产6亿片 台湾会不会缺口罩 不会缺了嘛对不对 可是还没有开放出口 那以后开放出口怎么办 会怎么样 我跟你讲不会怎么样 现在世界各国 都开始自己生产口罩了 为什么 因为怕买到黑心货 最近很多国家跟大陆买口罩 结果买到之后都是黑心货 里面的过滤层都用卫生纸 那干脆自己来自己做 买机器自己做 所以口罩现在出口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世界各国都在自制口罩 那重点在哪里 重点就在原料出口 口罩的不支部 口罩的绿材 当全世界开始自己做口罩的时候 绿材的出口 不支部的出口 才是真正的大赢家 远东兴 全球最大的 口罩不支部的供应商 加上又开发了最新的过滤层 所以现在摆担摆得起来 我跟你讲口罩 两三天就要订到 两三天就要订到 所以它的订单在排 未来会越排越远 越排越远 因为是消耗品 所以口罩股接下来做 唯一最重要就是这档 光是净值38块 现在价钱到27块而已 大盘去2000几点 大盘如果万不一 还落下来 涨高的股票都危险 这种股价在净值以下的 又安全 又有攻击的机会 所以选股上 你要像林银这样思考 不要一直队管 找安全又具备攻击的 你才能够每档股票 底部开始做 底部开始做 我都是这样在做的啊 你们常常看我节目 你们知道啊 认同连验这种方法的 来找林银 我们用囤积基优股的策略 找底部的赚大钱公司 一档一档 我来找 我来找去50%的股票 你来谈 囤积基优股588 王总我们付电话 这种广告 休息之后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跟着老师的脚步 就能迈上财富成长之路 立即来电 02 239 239 888 02 239 239 888 滑信投顾 滑信投顾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 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业负责 引领您投资市场 反败为胜蓄积财富 投资的市就是滑信的市 滑信投顾 02 239 239 888 02 239 239 888 欢迎回到现场 今天口罩转落之后 防疫股里面有一组特别强 哪一组原料药 原料药特别强 我今天没有时间 跟大家谈原料药 我简单跟大家提醒 原料药快断吹了 大家在注意疫情的同时 反而慢性病的病患 慢性病的人 叫做没有油的糖尸 所以原料药的公司 业绩开始飙了 你看四月份营收 增加了一倍 原料药股 我明天再来讲 今天没有时间讲 我明天再来说 先提醒你原料药的部分你要注意 我们来看一下电子股的部分 今天电子股占大盘的资金比重 拉高到67.3% 今天电子股很明显是主流 有什么 昨天美国科技股比较稳 比较强 更重要的 四月营收在发布 超级季报在发布 所以电子股个别股 只要数据一出来 有好成绩的都会开始叮当啊 所以个股是比较重要 那今天电子股的强 从哪里开始 从5G开始 这一波电子股的大涨 也是从5G开始点火 也是从5G开始点火 所以当时我跟大家讲 5G发大财 叫你们筋楼买筋楼买 你看每档股票 每档个股都标50%以上 超纵67% 对不对 散热模组 我更喜欢双红 从低点开始跟大家锁定 一路105 110一路买进 到涨到179 77% 后来居上 昨天双红发布第一季 1.68 衰退28% 开高走低 跌了2.3% 所以跟大家讲 5G的股票 起50%可以购了啦 我们双红也卖了一半啊 买一半老一半就好了嘛 起了又有点的 都要去插下了嘛 对不对 今天双红 开盘直接大涨 为什么 因为今天出了这个消息 法人出报告 预估双红第二季获利可以比第一季倍增 双红第二季会比第一季多赚一倍 虽然第一季业绩是衰退的 虽然第一季业绩是衰退的 可是第二季会赚超过一倍 上半年会赚5块钱以上 会赚超过半个资本额 那很多人就信这个啊 看到报纸消息 看到网路消息 就开始追了 你看两个礼拜前 双红的董事长说 第二季会增加35% 第二季会比第一季 计增35% 结果老板说增加35% 法人就加菜又加料 变成增加一倍 老板说35% 法人说一倍 你要听谁的 结果很多人就这样跳进去啦 很多人就这样跳进去啦 双红大涨之后就点火 稳帽也大涨 台光电也大涨 操纵也大涨 联帽也大涨 本来电子股这一次点火 就是从5G开始点上来的嘛 那最近5G 沉级下来了 今天一起来 整个电子股又全面烧起来了 四月营收是都还不错啦 连茂第一季衰退幅度比较大 四月营收的部分 台光电 创历年同期新高 稳帽也创历年同期新高 可是都还不到最好的时候 你知道5G的股票里面 唯独一家公司 四月创历史新高 五月也创历史新高 金元电 5G概念股里面唯独这一家 是连续两个月 营收都创历史新高的 在淡季中连续两个月创历史新高 股价反而相对比较落后 股价反而相对是比较落后的 所以起款的点足够 尤其5G的股票 你不要买费 跟着林和彦做 跟着林和彦做 到时候5G的股票真的能够开始进场的时候 我再来带你做 自己不要去追高 相对风险是比较大 金元电可以特别注意 金元电可以特别注意 其他还有好几档 底部要起涨的 没时间讲了 直接跟着林和彦 明天再来跟大家谈 我一律都只买底部的GEO股 这样才有办法一档一档 50%50%的赚 囤积GEO股588 我来找 你来赚 我们一起来合作 广州不电话 就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